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月讲月涨 准备开牌怎么选股 才可以让获利迎面而来 港片有一个老港片说 钱就在你头上 三尺飞来飞去 你可以一直跳一直跳 去把钱抓下来 但是这时候你只要找到一个椅子 找到一个凳子 你踩在上面 钱就迎面而来 这就是机会 我们在操作上面 其实就等待一个机会 那我觉得现在机会来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首先右下QR Code扫起来 今天在赖上面跟大家讲什么 左页美股甩尾全速收红 暂回影片中提醒的支撑区 多头人未棄手 等待联准会的利率政策 其实多头看起来还是苦苦在支撑 台股也跟得开小红 但是目前预估量1500亿 显见市场人是官网 在族群方面 前段时间强势生技族群 虽然近几日拉回整理 但多数人手在重要位阶之上 电力族群还是延续 昨天的强势 花成盘中跟上涨7%以上 IPC网通也在几天的休息之后 今天我觉得也是表现强势 可以见得这些族群 如果在市场回归正常之后 人有可能持续表现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在酝酿 整个开牌之后的行情 截封题材也在风口之上 走势也维持强劲 可见那支人在盘面中 找寻相关的题材 明天就是台子期结算 预计从明天的盘式 大概可以看出后续的走向 我觉得就可以开始准备布局了 所以今天我觉得有点在酝酿 但是中场过后好像有些就撑不住了 要赶快表态了 忍不住了 所以我们先从美股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绿色的是后来我们画的 上面桃红色这条就是前面颈线的位置 画很久了的位置 这一波修正完之前有反弹一波 看起来又跌破了 但是这一波的跌破 跌破了前第一的位置 但是昨天又收回来 甩尾 昨天其实还蛮戏剧性的 打第四节 甩尾站回来 其实各大指数大概都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纳斯达克 其实也很明显 这是废半 其实都是这样 所以 看起来美股的多头还是持续 想要延续多头的格局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讲看多的状况 看多的假设 因为从美股 上面我留的都是季线 从季线的角度 接下来都是扣在低档的位置 都是低档 都是低档的位置 所以其实美股是有时间在慢慢抹的 我们这样低档扣过来 大概都还是有16天左右 16个交易日左右 所以接下来一个月 美股不用急着站回季线 季线都还是可以维持向上的格局 所以美股还有空间慢慢抹 但是OK 什么时候转空的讯号 我们继续追踪节目 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一个偏多思考的一个状态 但是OK 转空的话 我会在节目上第一时间 在Line上面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OK我们再回头看台股 我们今天反过来 我们先从个股开始看 OK我们先从台积电 我之前一直提醒470的价位 我觉得是重要的价位 这是前天 前天在470上下来回震荡 所以470重不重要 看起来是被证实是一个重要的价位 然后昨天开在470之上 后来就杀下来 杀下来 OK所以昨天整个盘也是收黑 对不对 但是今天跳空又占回470以上了 所以看起来占回470 台积电是一个很重要的强弱的分界点 那今天台积电也是在11点之后 靠近12点就开始向上拉 这样一拉还拉了还蛮多的 这样可能拉了5块钱左右的位置 OK 但是就带领整个台股 开始有个反攻的气势 所以台积电我就说这波还是很重 台积电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还是要持续关注 那看起来它占回重要价位了 来另外另一大全职股 红海红海是从这波的高点下来 拉回到季线止跌反弹 再拉回到季线有守 今天看起来也是明显的守住季线的一个状况 所以两大全网我觉得看起来 都还是比较想要守住多头的气势 这个是不是在后续的表现 可以延续在台股身上 我觉得可以关注 目前我还是觉得有机会 从他们两个的表现 确实台股还是需要 希望能维持多头 OK我们再来看 这是指数的位置 从加全指数的角度 前面这个颈线的位置 14552 这几次都测过 所以看起来1452 也是一个重要的位阶 那今天收盘收在多少 14549 差3点 所以我觉得算是在误差范围 OK 但是OK我们再从几个角度 当然我们的短期均线 中期均线都还是一个死亡交叉 所以上方还是有压力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从扣底的角度 接下来扣三天 就是完全扣到低档的位置 但是明天的凌晨 礼拜四的凌晨 应该是后天的凌晨 就是联准会要开牌的日子 凌晨2点 所以我们剩下明天一个交易日 那接下来的两天 还有时间缓冲 接下来两天 开始就完全确定台股 扣到低档的位阶了 那整个季线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就做一个沙盘推演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讲周四凌晨2点 公布利益决议之后 第一个状况 如果是利多 有没有可能台股 这几天涨300点 暂回季线 因为现在季线是14824 今天收盘是14549 所以差大概300点左右 300点说多不多 大概2% 所以如果明天台子期结算 可以偷偷拉个几十点 那其实就不用2%了 那你说真的要暂回季线 不是不可能 真的不是不可能 这是利多的状况 那当然这种状况 除了暂回季线之外 季线又跟着翻扬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波段的多头行情 这个是最好的状况 OK 那如果第二 我们讲利空的状况 那就是跌破这一个 涂上的蓝线的位置 这个蓝线的位置 这个扣底的低档的位置 大概14343 大概跌破这个位置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 我就会减码 我就会减码 虽然现在持股本来就不多 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减码 虽然我们现在持股也 开始在获利了嘛 对不对 但是 如果跌破 我就会特别注意 我就会等待大盘再回撤 我们今年的低点 13928这个位置 那当然前面还有一个万四的关卡 所以如果是利空跌破14343 那我觉得回撤万四 回撤前低 回撤今年低点 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利空的状况 那第三个 如果是中性的状况 我觉得就可能在14343 蓝线跟季线 之间做一个震荡的整理 那当然震荡的整理 我们个股 还是有表现的空间 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可以 再来看 就是个股操作了 OK 所以整个盘势 我觉得大概整个状况是这样 明天就最后一个交易日 应该说开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加上明天又是台子期结算 到底明天是会压缩 还是明天会大幅的震荡 当然我们不用急 因为今天我们也不用急的出手 所以明天边看 明天大概我们都会知道 整个后续的走势的状况 开始等待周四凌晨的开牌 大家好 我是展哥 接下来全新推出 赚钱才是硬道理 线上互动实战操作的课程 我会带着同学在实战中获利 并且累积交易经验 让同学直接问股票 我会帮你做个股分析 并且制定实战的交易策略 每周三晚上8点到10点 无法参加直播的同学 我们也会提供影片连结 让你重复观看 欢迎来电0800370888 或者加入展哥讲股的官方LINE 可以直接扫码 或者是用LINEID 小老鼠WU5868加入 欢迎跟我们直播互动 我要带着同学一起发掘新标股 OK 接下来我们回来讲个股 不过当然欢迎大家去参加 我们赚钱才是硬道理的线上课程 这课程我们就是希望 带大家一起在实战上面赚钱 所以时间允许的欢迎来参加视听 你可以直接在官方LINE上面 直接告诉我 时间不允许的 你也可以欢迎来索取我们的影片连结 OK 会员跟已经缴费的同学 可以在LINE上面 先询问个股 这样我比较可以事先准备 但是我们在课程中间 原则上会统一由班长来发问 OK 如果时间够了 我们在开放同学 大家可以一起来提问或者是讨论 原则上大概是这样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OK 那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怎么选择股票 在接下来的行情 准备开牌 怎么选股 OK 首先我把分成四个状态 一个一个跟大家做分析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压缩整理 跟拉回支撑 跟准备突破 跟高档横盘 我觉得这四种类型的个股 在技术面上面 大家都可以开始注意 准备去买进 准备去进场 OK 首先我们看一下 压缩整理的 这个股票是长荣行 最近搭上解封行情 但是你看这一波 这样一路上来 看起来是维持一个上升的趋势 对不对 维持一个上升的趋势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位置 我抓的是这个前高点的位置 为什么我不抓这里 因为看起来是突兀量 所以我不会抓这个 这个位置来过比较多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阶 是比较重要的 那今天呢 就刚好就到这个位置来了 所以如果明天能突破的话 应该就要挑战这个位阶 有没有机会再上去 也许有可能 虽然我个人 没有这么推荐做这一档 因为这个股本也不小 那其实有更多好的股票 但是OK 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范例 一个压缩整理 准备突破的这种个股 那当然另外一个像这个华欣 1605的华欣 在过去这一波 这是妖孽事件 妖孽事件一路大涨之后 拉回整理 看起来这边是一个打底的样子 这边 那这里底部突破之后 拉上去 开始进行一个横盘的整理 然后这里拉回月线不破 拉回月线也不破 那今天开始一根长虹带量 突破前面的高点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典型的压缩整理 然后带量突破 所以带量突破之后 应该就要再往上去挑战了 所以这个状况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 都是属于压缩整理的格局 那包含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维田 维田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他会开法缩会 他也是属于一个压缩整理 这一段涨上来之后拉回 我们应该在前面这里就介绍了 OK 拉回这里月线有手 整个大盘不好 月线有手 拉回到月线还是有手 那这边慢慢整理上来 看起来也是突破 准备要突破这个前高点的位置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压缩整理 准备突破的格局 那这种个股怎么操作 就是第一个 我们把惯性的位置找出来 包含均线 包含上升趋势线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停损 就可以突破的时候 往下把这个上升的趋势 这个均线来当做一个停损位阶的设定 所以当然大家在设定的时候 记得要设定一个符合你心理 可以接受的一个停损范围 那如果真的超过了 那你可以選别党 不用不必单念一枝花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操作上面 压缩整理的部分操作 是这样子操作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些拉回支撑的个股 这个是合一 我跟大家讲合一就是那个生计最近期的指标股 对不对 新要的指标股 OK 那这一波涨上来之后 拉回再上去一波 高不过前高 但拉回来虽然有破 但是看起来是有守住的 所以看起来拉回前低是有支撑 那有支撑的状况 有没有可能再往上就有可能 所以如果 因为这一波是行情不好 行情不好 大家跟着调节 但是是有撑的 所以有没有机会有下一波行情 不排除 确实是不排除 OK 那再来像智原 这也讲过很多次这张股票 我觉得它基本面还是状况不错 但这一波上去 也是一样跟着大盘就修正 修正下来 修正下来 也是拉回到前面靠近支撑的位置 前面支撑大概143 今天收盘152 所以差距其实不大 所以这边如果能够指稳的话 有没有机会再向上 再形成一个相形的格局 也是有可能 所以拉回有撑的个股 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标的之一 那这个停损我们怎么设定呢 我们就设定支撑的位置 往下抓可以接受的区间 因为通常我不建议说刚好设在143 我自己的习惯也会往143 往下设一点 往下设一点 所以就看你进场的位置 依照你进场的位阶 往下设定 因为如果你 没有什么把握的话 我觉得设定10到15% 大概都是可以 可以接受的一个停损的设定 所以这种拉回支撑的个股 我们就是到支撑这边往下设定 停损 来另外 我们再讲准备突破的个股 这近期很强势的 之前在LindaNews 应该也是在这边 这边介绍的 所以这一波涨上了 也是创了历史新高了 OK那准备突破 你看这几天 因为大盘不好 收一根大黑K 以为行情是不是要结束了 没有喔 马上守住 马上守住这个前高的位置 守住之后又再向上 连长两天 今天收一个小黑 也没有问题 那是不是准备要挑战前高 因为现在的盘势 个股不会表态 大家明白 就真的主力在操作的时候 也会看整个大环境的状况 但是这是不是蠢蠢欲懂 看起来就是这样 但是当然如果啊 如果负面的状况 开出来是利空的消息 那他当然就可能修正 但如果开出来是利多 他突破前高 可能就要再拉出去一波 可能会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准备突破的个股 我们也可以注意 那同租群的包含这个一粒店 其实整个今年整个拉下来 对不对 这边打底之后 我们把这颈线画出来 现在也是站稳颈线的位置 准备再挑战近期的高点 准备再挑战近期的高点 我觉得这种个股都可以去考虑 那怎么操作呢 我们突破的位置 突破的位置 这种 这个位置 往下去设定5到10% 像这种类型的个股 会建议就可以设短一点 因为近期 我觉得散户不敢跟 多头延续的气势不强 所以在这种状况 你突破 我们就希望他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马上成功 如果不成功 我们也不要浪费太多的钱 浪费太多的成本在他身上 譬如说之前我跟大家介绍 之前有操作利端 利端我在设定停损的时候 我就设定4%而已 然后一天 买完之后隔一天我卖掉 赚了9% 等于是隔日充 当然预期不是要隔日充 但是4%的停损 9%的获利 我们在赚赔比1比2的状况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种准备突破的个股 因应现在盘势的状况 我就建议你停损不要设太远 你就设5到10% 我觉得就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 如果成功了 你记得 如果你看他再继续上涨的气势不足 可以赶快调节 因为现在多头的整个延续性 没有这么强 那当然 如果他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 那你就继续暴增没有问题 就改为做一个移动停力的设定 像这样操作是一个方法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另外一种叫高档横盘 像这个圆泰 电子值 这个也是很久以前就介绍过 OK 那你这波拉回 其实拉回很凶 这样一路涨 一路涨 涨到这里 创了新高了之后 开始做一个整个的横盘 高档的横盘 那高档横盘 这个位置你看 其实大概多少 250到230之间 这个整个箱形 大概250到230 所以大概20块 几乎是10%不到的一个空间 在这里压缩 所以像这种个股 如果整个行情拉出去 很有可能就再拉一段 这要特别注意 是有可能拉出去的 不过当然 有没有可能跌破完之后 也跌一段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 就可以 就要关注 到底怎么样状况 所以实际操作的时候 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设好停损 所以这个状况 你可以两种做法 第一个 你突破这个高点买 突破买 把这个 因为10%很近 所以你就设下源 当成一个停损的位阶 一进场价位去设 10到15%的停损 所以突破买停损 可能就会设到这边来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近期也是强 非常强劲的叫高利 高利8996这个高利 OK 我们看这个箱形的位置 其实也是一样 120 然后下面是110 不到110 108左右 那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压缩的一个状况 整个才是大概10%左右的压缩空间 所以这个部分 它的高档横盘 我觉得也是突破 可能就会再拉一波 同样 我们进场的位阶 我们就往下设定 10到15% 去做一个停损 那 这种同样类型的股票 我们可以怎么设定 就一样 我们整理的低档的位阶 如果真的不小心跌破了 你可以先做减码 这时候你可能还没到停损的位置 你可以先做一个减码 真的到停损 就在促长 那当然也可以 在相对低档的位阶去买 再往下去设定停损 不过同样 这种状况 你高档整理的话 这个箱形被跌破 当然如果是稍微假跌破 隔天又站回来 这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它这种跌破 大概就可能是转弱的迹象 也有可能是大盘不好 就跟着转弱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较弹性一点 基本上以上四种操作的方法 我们包含什么 来复习一下 压缩整理 或者是拉回支撑 或者是准备突破 以及高档横盘 我就从技术面上 大家都可以选 这四种类型的个股 来做接下来我们操作的标的 OK 最后 今天节目最后展哥小提示 其实不论多空 机会来了 我们就要好好把握 因为我觉得 当然现在开牌 我还是目前是偏向偏多的状况 但是如果一旦整个不如预期 整个美股开始转空 那我有可能也会跟着转空 来操作 但是OK 不论多空 我觉得到现在 都是已经压缩到一个后段的时间了 很快就要表态 所以机会来了 我们就要好好把握 所以最好赚的季节 欢迎加入我的178专案 跟着展哥一起发 欢迎打电话进来 0800370888 当然也欢迎大家参加 我赚钱才是印道理的课程 因为课程就是像刚刚节目一样 我们会教大家实际上操作 怎么样是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策略 那当然视听的同学 大家都有一次的视听的机会 视听的同学 我就会让你先了解一下 我们整个课程的运作 那当然我们在个股介绍的部分 我也会放在我们YouTube上面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询问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拜拜 拜拜